新消息在新北市永和的竹林路一处 输租的套房 今天凌晨十二点多 突然窜出了火苗 原因居然是以对夫妻吵架 太太太太过气愤了 愤而点火烧床单 而当下立刻是起火燃烧 火势也从床单烧到太太身上 亲身看到赶紧拿灭火器灭火 自己也被烧杀 而两个人送医治后没有生命危险 超伴对后报赶到现场抢救 也把白色烧焦床垫搬了出来 目前警方已经到事发地点踩正 也会到医院了解案情 全案就按照公共危险罪协来移送法办